娱乐至死金钱之上 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 都说娱乐圈的明星光鲜亮丽 穿名牌走红毯让人好生羡慕 也有明星一路走来吃了不少苦 比如草根出身的黄博 黄宝强 除了他们还有黄轩 外界现在看黄轩 每部戏都是男主演 在风起洛阳中 最当红的顶流 王一博都给他做配 可黄轩也是从小配角 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了今天的位置 当初他为了得到角色 不停的跑剧组参加海选 好不容易选上了 片方随便一个理由 就把黄轩给换了 在黄轩事业最低迷的那几年 他的三位至亲接连离世 无比痛苦的他 感觉到前路毫无希望 开始用酒精麻痹自己 黄轩的父亲突发脑梗去世 他为了安慰爷爷奶奶的心 用父亲的口温写了十五封家书 言辞恳切自自真情 风风都令人泪目 黄轩出生在1985年 他的母亲是一名优秀的舞蹈演员 父亲在国企上班 富足美满的家庭 让黄轩的幼年过得很幸福 可惜这种幸福生活 在他八岁时截然而止 黄轩父母的爱情 磨灭在婚姻的鸡毛蒜皮中 夫妻间的甜言蜜语 渐渐成了争吵中的怒骂 为了改变糟糕的生活方式 黄轩父母离了婚 对于父母来说 离婚可能是解脱 但对于孩子来说 离婚是插入心中的利剑 离婚后 黄爸爸因为工作去了北京 黄轩被判给了妈妈去广州生活 年幼的黄轩根本不懂发生什么 只知道将远离父亲和爷爷奶奶 他抱着爷爷奶奶不肯撒手 哭着闹着舍不得离开 爷爷老泪纵横 把孙子一把搂在怀里 告诉他 无论父辈如何 他永远是爷爷奶奶的乖孙 离开父亲来到陌生的新环境 黄轩心理上有些难以适应 为了排解负面情绪 黄轩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跳舞上 他喜欢迈克杰克逊 希望有天自己也能像偶像那番 在舞台上发光发热 在黄轩逐渐长大的岁月里 黄爸爸认识了一位名叫长梦的爱心女士 在2002年再婚了 长梦热衷公益 黄爸爸受到妻子的影响 对公益格外上心 黄爸爸辞去了铁饭碗 跟妻子一起在关爱中心工作 黄爸爸照顾着一群残障孩子 给他们父亲般的温暖 却忽略了自己亲生儿子 为了让关爱中的孩子吃饱穿暖 黄爸爸过得很拮据 袋子里没几个字 一双皮鞋缝缝缝补补穿了好多年 黄轩读书要学费 黄爸爸摸着口袋半想拿不出钱来 父母离婚后 黄轩很少和父亲见面 只是在过年过节回老家 父子俩在爷爷奶奶家能见上一面 父子俩都是内敛的人 干巴巴的问了好 再无二话 就当旁人以为父子情就要这么断了的时候 在黄轩考大学的时候迎来了转机 黄轩临近毕业考大学的时候 他跟广大高中学子一样 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 比起舞蹈演员 黄轩更期待成为一个演员 于是他决定学表演 黄妈妈得知黄轩的决定有些犹豫 黄爸爸却无条件支持儿子的选择 黄轩的姑姑黄瑞是圈内优秀的主持人 他看侄子生的端正 非常适合演正戏 便给黄轩寄了一大批议考资料 在姑姑的指点下 黄轩前往异校进修 备战议考 2003年 黄轩报考了北电和中系 可惜黄轩是半路出家 自然比不过备战三年的议考生 中系没过出世 北电进了三世 仍旧遗憾落幕 黄轩受到打击 难免有些心灰意冷 黄爸爸鼓励他 爸爸想你 希望你考到北京来 有了父亲的期盼 黄轩再加了一把油 在四年 拿到了北武音乐剧系的录取通知书 在北京念书的黄轩 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父亲相处 修复着父子俩的感情 可命运永远不会给我们弥补的机会 在2007年7月 放暑假的黄轩 陪着妈妈去大连旅游 在7月28日 他突然接到继母打来了电话 黄爸爸痛发心梗 不幸离世 黄轩放下了电话 人一下就麻木了 这是他第一次面对至亲离世 觉得喘不过气来 快要窒息了 黄轩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逃出手机 给爸爸发短信 你在干嘛 亲戚给他回 爸爸休息了 黄轩一下子陷入了莫大的悲伤中 连忙搭乘大巴 回北京处理父亲的身后事 流了一路的眼泪 想到年过七旬的爷爷奶奶 要承受白发人 怂黑发人的痛苦 黄轩压抑不住的心酸 加上爷爷奶奶身体有些不适 他决定 在两老人面前 瞒下父亲去世的消息 处理完父亲的身后事 黄轩擦干眼泪 去了爷爷奶奶家 爷爷奶奶看见 爱孙非常高兴 不停寒暄问暖 祖孙几个聊着天 爷爷奶奶看着黄轩 与儿子相似的脸 忍不住问 你爸爸呢 好久没看见他了 等你回北京之后 让他在国庆来看看我们 黄轩听到这话一正 眼眶一酸就要流眼泪 看着爷爷奶奶满是期待的脸 黄轩只能点点头 国庆节越来越近 黄轩万分焦急 一番思索 决定以父亲的口吻 给爷爷奶奶写封信 黄轩给父亲找了个借口 说单位派黄爸爸到中山出差 无奈那边战火延民 黄爸爸一时困在那里 无法回国 老人家知道这个消息 不敢再催 只反复 嘱咐儿子注意安全 到了年底 黄爷爷罹患肝癌 祸不单行 黄奶奶也被检测出肺癌 军事晚期 回天乏术 纵使大罗金仙也难救 为了不影响 爷爷奶奶的病情 黄轩决定 继续用父亲的名义 给梁老写信 黄轩在信中 代替父亲尽孝 未继梁老 思念儿子的心情 到2008年的秋天 爷爷的心脏衰竭 大陷将至 老人流着泪 拉着黄轩的手 叹息 自己至死 都没能等到 儿子回家 2009年 许是失去老伴 心结难输 奶奶病情不断恶化 撒手人寰 奶奶迷流之际 跟黄轩说 其实我早就猜出来了 只是不忍心 在你面前哭 母子连信 黄奶奶多年不见儿子 早已明了 事情真相 只是不忍 服了黄轩一片孝心 三年时间 黄轩给爷爷奶奶 写了十次封信 为两老人家 构建了一个美梦 两老离世后 黄轩写下了 第十五封家书 烧给天国的至亲 短短三年 黄轩就失去了 三位至亲 这让他感到很迷茫 他想到很多年后 其余的亲人 也将与他一一告别 这让黄轩感觉 生命的支点被打断了 人生一片迷茫 不知前路在何方 每日都用酒精麻痹自己 可能人生就是这样吧 不断的失去 是我们成长的代价 幸运的是 失去亲人的悲伤 没有打倒黄轩 化悲痛为力量 在事业上奋发图强 其实黄轩是一个 非常有事业心的人 比起旁人浑浑噩噩的 读完四年大学 黄轩在大学期间 一直寻找拍戏的机会 2006年 那时周杰伦大热 一部满城近代黄金甲 应运而生 黄轩生得好看 相貌端正 体态风流 正是张艺谋喜欢的 文青长相 在电影《小皇子》一决的海选中 黄轩力压一票竞争者 得到了张艺谋的青睐 能搭上张艺谋的东风 这是多少年轻演员的梦想 黄轩也不例外 他满怀期待地等着拍电影 做着一炮而红的美梦 可惜剧组认为 黄轩和周杰伦的年龄 差距不够大 采用了年纪更小的演员 就这样 黄轩与张艺谋失之交臂 一次打击 没让黄轩倒下 他在次年跑去新红楼梦剧组 竞争贾宝玉一决 无奈杨阳 与小彤的气质 更适合出臣的贾宝玉 他只能在醉生梦死的 红楼当中 当了一回稀里糊涂的薛科 虽然只是打酱油的小角色 但第一次 正儿八经地出现在荧幕上 让黄轩感到非常满足 借着新红楼的号角 开启了自己的演绎之路 可惜 这条路他走得不够顺利 2009年 黄轩被楼叶挑中 他演春风沉醉的夜晚 还别说 黄轩的明导运真不错 得益于他的清俊的五官 文雅的气质 恰恰就是明导爱的内卦演员 不过明导很任性 费尽心思挑出来的演员 戏份说减就减 黄轩拍了40分钟 减得只剩下一个背影 无独有偶 在2010年 黄轩本有机会 和李连杰合拍电影 可到头来他又被换了 没有背景的小演员 就是这般 在娱乐圈如履薄冰的走着 一不小心就会被替换 加上那个时候 三位至亲接连离世 黄轩很受打击 染上了喝酒的毛病 就像广大的北漂 年轻人一般 彼时黄轩事业不顺心 手头没几个钱 总担心下一顿饭吃不饱 生活的窘迫 压得他喘不过气 可是就此放弃演员一行 他怎么甘心呢 他总是安慰自己 再撑一下 幸运的是 黄天不负有心人 黄轩遇到了自己的婆乐 风孝刚浮沉半生 想把自己年轻时 在歌舞团的经历拍出来 花大功夫打造了芳华的剧本 缝裤子东挑挑西剑剑 发现黄轩这个人 样貌好 气质好 眼神清澈 降极了剧本里的流风 于是 风孝刚拍板定下 黄轩出演男主角 不论缝裤子 风评如何 当导演 还是有一首的 没有意外 芳华红了 票房相当漂亮 黄轩也红了 冯小刚非常满意 黄轩的表现 之后又邀请他 出演另一部文艺片 在冯小刚的镜头里 黄轩温润如玉的气质 展现得淋漓尽致 黄轩红了之后 沉得下心 耐得住寂寞 没有到处跑综艺 依然用心琢磨演技 演员这份职业 最重要的是神秘感 大范围的曝光 频繁的上综艺 只会提前结束自己的演员生涯 譬如邓超之流 如今观众看他 脑海中总会无限 Family 导致看他的电影总是出戏 邓超前世赚到了 可是他却失去了 演员最重要的初心 黄轩甚至失去神秘感 对演员有多致命 比起其他演员 他总是很低调 有戏拍就专心拍戏 没工作就窝在家里 喝茶看书练字 像个老头子 黄轩宅得很 感情方面比旁人也困难的多 如今黄轩都37岁了 不少同龄人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他却因为恐婚 一直就这么拖着 黄轩年纪健长 已经到了该结婚的年纪 但他心底深处 并不渴望婚姻 父母离异给他带来的伤害太大了 让他恐惧婚姻 恐惧建立新的家庭 幸运的是 如今黄轩身边 已经有了陪伴他的人 在2020年6月份 黄轩官宣了新恋情 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语言 简简单单的几个表情 就能看出这段感情的甜蜜 粉丝们没有因为他防护的昏天黑地 反倒献上诚挚的祝福 黄轩从未贩买男友人设 他只是不停地拍戏出作品 因此 他吸引的粉丝 大多都是演技粉 黄轩一直都是这样 认认真真地拍戏 坦坦荡荡的做人 试想一下 如果他是一个迷恋名利的人 整日疯狂炒作恋情 如今官宣恋情 势必会引起粉丝反噬 正是因为黄轩 有着如此优秀的品质 才有了他的今天 黄轩在天国的亲人 看到如今的他 也会感到无比欣慰吧 好了 这期内容就先讲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圈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哦